在军事领域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技术较量 常常成为国际新闻的焦点 而美国为了证明自身依旧强大 往往不顾现实地去炒作中国武器抄袭 这不 说完福建舰又开始拿歼二十说事 其原话是这样的 美国专家表示 虽然美国隐身战机 在数量上要强压其他国家一头 但论入列速度 中国却遥遥领先 可见美国在这一领域的优势 正在被削弱 而究其根本 歼二十之所以能全面量产 就是因为窃取了美国的技术 说福建舰抄袭 美国却没有证据 我们知道 福建舰和歼二十这两大军工拳头产品 自然而然地吸引了西方媒体的关注 不少美国媒体和评论员声称 福建舰的电磁弹射技术 以及歼二十隐形战斗机的设计 是抄袭自他们的成果 可以说 这种论调充满了荒谬与矛盾 就拿福建舰来说吧 与美国福特级航母相比 其成熟的电磁弹射技术 已经让对手感到了压力 尽管美国媒体一口咬定 这是抄袭 但显而易见的是 美国自己也没有足够的理由 或者证据来支撑这些指控 事实上 近年来中国自主研发实力 早已得到世界认可 电磁弹射技术就是最好的证明 美军在针对这种弹射技术的研究中 曾遇到过不少麻烦 而中国在福建舰的出海试验中 却表现得相当顺利 正如岛内专家栗正杰所说 福建舰的雷达系统 甲板弹射速度 以及预警机配备 皆是革命性的升级 光从战力说 福建舰至少比辽宁舰高10倍 二 更先进的歼20 超了F35 这将使得福建舰 能够以更高效的作战能力投入实战 尤其是在台海地区 它将显著增加美国和日本介入的难度 眼看无法在福建舰上打压中国 美专家又转到航空领域 拿歼20说是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 把歼20与F35进行了强行关联 认为中国是在偷窃美军技术 然而从外形到技术特点 稍微有一点军事常识的人都能看出 两者的差异明显的不能再明显 一来 歼20采用的压抑布局和F35的常规设计 根本就是两种体系 二来 美国媒体提到的什么平滑表面 锯齿状 机体缝隙和内置武器舱等等 这些早已成为所有隐身战机的普遍设计 原因无它 只因物理定律如此 根本不是美国的独家诀窍 况且 如果表面平滑这些都能当作抄袭 那包括俄罗斯的苏武器和土耳其的可汗战机 也该被列入山寨队伍了 三 说到底还是中国强大了 三来 歼20性能早已领先F35 此前 台风战机模拟歼20与F35空战 结果后者被打得节节败退 可想而知 F35身上并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抄袭的点 实际上中国近年来在航空科技上的飞速进步 沃山15发动机的成功研发 更是让歼20拥有了世界一流的动力系统 其双座版本也即将亮相 具备更先进的作战指挥能力 这些都是自主创新的结晶 总的来说 美国已经习惯过喇叭效应 来占据国际舆论的制高点 其通过全球媒体网络 试图引导舆论方向将中国的技术进步 贬斥为山寨行为 以此削弱中国的国际声誉 然而随着中国工业水平和技术实力的迅猛提升 世界开始重新审视这一现象 中国不仅在数量上追赶美国 在质量和创新方面亦不容小觑 可能谎话说久了自己都信了 到如今一起聊起歼20 西方媒体就只会盯着歼20在局部的问题 无限放大 继续营造一种西方仍然遥遥领先的假象 更令美国难堪的是 美国兜了一圈才发现 离开中国 五角大楼连F35都造不出 去中国化只是一个幻想 最近 美国多家媒体报道 美军工巨头 落马公司和五角大楼都承认 他们引以为傲的F35战斗机里 包含了不少中国制造零件 这一发现如同在F35的完美外壳上 砸出了一道醒目的裂缝 让美国在国防供应链上的自信 瞬间蒸发 F35战斗机 这个被称为天空猎鹰的飞行怪兽 自诞生以来便备受关注 它不仅象征着美国最先进的军事技术 甚至有时也被誉为美国国防力量的 皇冠上的明珠 然而这颗明珠却被爆出 部分零件来自中国 让一向对脱钩中国 执意寻求的美国政界和军方高层 陷入了一片尴尬 这其中的关键线索之一是 霍尼维尔公司的一家三级供应商透露 F35发动机的重要组件 沃轮中的磁铁 是由中国产的骨盒山壳金制成的 这无疑打破了美国 要在国防领域严密封锁中国制造品的幻想 但更大的问题在于 这种情况并非个案 似乎还有更多未被公布的中国产灵部件 加入了F35的制造流程中 从某种程度上讲 美国制造业的现状 以及全球化产业链的不可分割 让去中国化变得不堪一击 而且近年来 美国产业链屡屡出现问题 波音公司的事故频发 无论是鱼鹰战机还是星际飞船 又或是民航客机 一次次失败 无疑再重复书写着一个事实 美国许多高科技制造 正逐渐依赖中国 而F35的窘境 只是这一现象的缩影 众所周知 美国一直以来想要摆脱 对中国的经济依赖 尤其是在所谓的国之重器领域 但实际情况却是 中美经济早已形成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紧密格局 中国制造凭借其成本优势 供应链的完整性 以及优秀的制造能力 已经深度嵌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中 就算是想尽办法 想要完全替换中国元素 也无济于事 洛马公司为了迎合美国政府的要求 试图用国内供应商 生产电机系统所需的磁铁 但替代方案频频受挫 交付周期一再延误 严重影响了F35的生产进程 可见 中国制造的坚韧与适应性 展现在全球市场的每个角落 足以让任何一个国家的制造商 刮目相开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据司法部网站消息 我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将从12月1日起 对所有军民两用品进行严格管制 这对于西方国家 尤其是不友好的美国来说 无疑增加了获取必要战略资源的难度 要知道 今年来依赖中国产品的紧张感逐渐蔓延 从工业原材料到高科技原件 无一能幸免 而在美西方国家苦苦寻找其他供应商 努力实现产供链替代的过程中 他们渐渐也意识到 没有哪个国家能轻松填补 中国制造留下的空缺 有意思的是 当中国真的拥有大量先进武器之后 西方又会立即换一副嘴脸 编造各种理由贬低中国的武器 将歼20这些先进武器 描绘得不堪一击 一边是不断鼓吹中国的军事实力威胁 一边是不停贬低中国武器的性能 这凸显西方极为矛盾的心态 既想打压中国的崛起 又坚决不想承认被中国超越了 最近 法国媒体就转发了一篇报道 将歼20剖析了一遍 声称歼20身上存在五大弱点 是一款综合设计非常失败的武器 报道称 歼20在研发的时候 既想要速度 又想要隐身性能 又想要高机动性 将这些条件整合在一架战斗机上 结果就是推力被炸干 引擎寿命变短 而歼20只有两枚短程导弹 可以用于进展 一旦被其他战机缠上 没有机炮的缺点 会立即暴露 法国媒体声称 歼20的五个弱点分别为配置 生力不足 结兵问题 速度与隐身之间的矛盾 以及红外隐身能力不足 这些弱点虽然在其他战斗机身上也存在 但是 歼20却集中于一身 属于贪多嚼不烂 说实话 如果不看名字 光看这些缺点的话 还以为说的是美国的F35战斗机 为了黑歼20 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 首先 在配置方面 法国媒体认为歼20存在明显问题 过于依赖长射程的霹雳15导弹 近战火力不足 并且引擎也存在问题 无法有效应对近距离的空战 这点就是典型的吹毛求疵了 早期的歼20使用了俄制发动机 以及国产沃扇10发动机 从指标上来看 发动机的推力 的确略显不足 但随着沃扇15开始装机 歼20在推力方面的劣势 已经完全被抹平了 至于生力不足这个所谓的弱点 完全就是没事找事的硬黑了 歼20在研发之初就是笨诊 尽可能提升 生力系数去的 在美国的忽悠下 中国愣是让歼20的生力系数 超过2.0 远远高于苏27和F22 如果歼20生力不足 那世界上就不存在 生力足的战斗机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